赵丽颖自去年10月份嫁给了冯绍峰,又在今年3月生下了儿子,自戴下儿子后一直处于休息调养的阶段,如今宝宝已经4个月了,网友们都在期待赵丽颖的付出,确实是没有消息。 终于在近日,赵丽颖产后现身机场,身穿蓝紫色长裙和白色帆布鞋,戴着口罩的她包裹严实,身材苗条恢复七八成,手上的婚姬也十分抢劲,状态十分不错。 期间还有粉丝找赵丽颖合照,她也欣然答应,或许是太久没有营业,赵丽颖面对媒体镜头时害羞地捂住了脸,也有网友对这一身岩石包裹的穿着吐槽了一番。 不过,开心的是对这一次的高调亮相,粉丝们纷纷猜测赵丽颖已经在位付出做准备了。 早前就有消息称,她或以常驻嘉宾身份录制某综艺节目,不过最终都没有实现,希望这一次她很快就带着新作品来和观众见面。